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本人的爱情的态度是这样的 我其实恰恰和这个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相反 或者是相反的 就是确实 你知道有时候有这样的心情啊 就是特别想成为剧中的一个人 我都想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体验他们的经历 去体验他们在这个成长当中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境遇 不同的挑战 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心理 就您本人不是这样的 我本人不够很惭愧 所以我就在电影里边 就尽量的 通过他们来实现 或者是让我同温 或者是让我能够 重新有一次机会再过一次 导演还坦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 怪不得剧组的人都直呼导演像个大男孩 还是一个像树懒的大男孩 他们老说我那个像那个好莱坦的那个动画片 闪电 哈哈哈 好夸了 哈哈哈 素了啊 这个 说 我也不觉得他完全不像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成人 哎 不过你知道吗 还有他有一次 过生日他们那个送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画片上也有那个 反正这个事我已经遇到我这个 遇到这个情况 我也挺自卑的 不是自卑我也挺开心的 因为面前大家是一个挺可爱的形象 飞凡娱乐上海报道